大家好 多谢收听本节目 今天的题目是 你有多谦卑 就有多高贵 一个人 能不能成事 除了和智商 情商有关系 还与他的思维紧密的有关系 如果能够观察到自己的思维 就能够看到更多的机会 改变行为方式 从而更快地接近成功 近期网上很多人问的 最多的一个问题是 一个普通人如何逆袭变得更强 我觉得应该做的 其实是学会一种思维 保持谦卑 保持谦卑 包括三个维度 第一 不盲目自信 很多人之所以难以成事 是因为他们停止成长 导致思维懈怠 被社会淘汰 停止成长 源自盲目自信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什么都懂 一旦陷入这种状态 他们就会骄傲自大 沾沾自喜 没有继续学习和探索的动力 盲目自信 盲目自信的人 做事欠考虑 容易被好胜心 所掌控 去做了 力所不能及的事 我有一个朋友 在公司干了四五年 能力特别强 后来一路飙升 总经理的位置 这个时候 鳄鱼奉承的人 自然就多了 这种话听得多了 他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 甚至认为公司能有现在的成就 大部分都是他的功劳 有一次老板召开会议 他当场抨击老板 搞得老板下不了台 后来没多久 老板就把他免除职务了 这就是盲目自信而迷失了方向 常见的表现有两个 首先 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比如很多人是靠平台扶持出道的 但是有一天 做大做强之后 想自立门户 结果被平台封杀 从此一蹶不振 他们自认为自己很厉害 其实真正厉害的是平台 其次做自己不擅长的事 小说《天目红尘》中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罗嘉明在北京做生意 慢慢开始有了钱 他觉得自己很高明 就跑到莫斯科做石油开采生意 可是他对这个行业缺乏基本的了解 对政治背景的认识也不够深刻 最终把生意做得血本无归 最后选择自杀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盲目自信 要知道自己的成功 除了努力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操控着 比如运气 背景 平台 贵人 第二 找到合适的赛道 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做事 我们了解到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谦卑 那就会盲目自信 迷失方向 这样很容易去做自己不擅长不了解的事情 最终失败 谦卑的人会对自己有深刻的认知能力圈 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 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这样 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 然后去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第三 敢于接受自己的不行 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 很多人从来都不敢承认的错误 更不敢承认自己的无知 否则就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当你具备这种心态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不可能有什么成长 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会经历很多事 遇到很多挫折 犯下很多错误 只有能够从中积极反思 吸取养分 才会变得更强大 真正厉害的人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善于倾听 敢于接受不同的意见和新鲜的概念 这些都是建立在允许自己犯错 承认自己无知的前提下 所以人要变得强大 一定要先从谦卑开始